好,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 诗篇126篇里面讲到说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褥带回喜安的时候 被褥带回喜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就满口嘻笑,满舌欢呼 外邦人就有人说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行的大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行大事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所以当你经历一些人生的困境 或者挫折的时候 弟兄姐妹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神 来为你行作大事的神 阿们,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今天再来读第二章的18节 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有多么的重要吗 这隐含了多少的重要的事情 因为前两章圣经 是整个圣经的创世纪的央田 也是全本圣经的央田 所有的事情都从这边当中的发展出来 所以请你耐心的来领受 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再来读第二章18节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图所造的野地各样走送 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 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送东起的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 又把他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异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 并不休止 弟兄姐妹赤身肉体 那异事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中间 没有连衣服的遮盖都没有 那是一个形容 不是重在有没有穿衣服 而是重在比两个人中间 连任何一层的遮蔽都没有 两个人是相通的 通到一个地步 像透明的 我看得尽你的心灵里的深处 你也看得尽我的心灵的深处 我们不是只有在肉身当中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弟兄姐妹 很多的夫妻叫做同床异梦 弟兄姐妹这不叫做圣经里面 所讲的夫妻 两个人中间是没有任何任何的 这个拦阻跟隔绝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心中原来的意思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再来看 那人独居不好 这是第三篇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神 神 他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什么 遇见什么 遇见配偶 弟兄姐妹 配偶要做什么 神为什么要给他配偶 要做什么 帮助 那意思就是说 亚当一个人是不好的 其实神怎么会造出一个不好的 不是亚当不好 而是亚当一个人不好 他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成为一个一对 那两个人就变成一个群体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是神的法则 你一个人就是不行的 你一个人是这样一群 那这个配偶的角色是什么呢 帮助 帮助是不是 所以所有的做妻子 请你们一定要知道 你们的角色是什么 帮助者 那什么是帮助者呢 帮助者跟指使者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样 我们再想一想 请所有的 做妻子的姐妹 你觉得你是你丈夫的指使者还是帮助者 帮助者 帮助者 真的吗 真的吗 讲那么大声 真的吗 你知道夫妻中间的问题 就在争啊 谁对谁不对 你不需要跟你的先生 争谁对谁不对 你一争 你就表示你是指使者 你知道 姐妹 你一定要晓得 你是帮助者 你不是指使者 所以当你 你什么叫帮助者呢 就是你看见有问题 你要不要讲 要讲 那讲完了以后呢 他没有做 你不要生气 他做错了 你也不要生气 就是说你看 你都没有听我的 了解吗 哇 弟兄姐妹 姐妹们 你一定要知道 神造你是要做帮助者 不是做主持者 哇 所有的事情 都要按照你讲的 你才痛快 我告诉你 你弄错了 你的角色错乱 结果是什么呢 你不会幸福 我在美国有一个姐妹 她先生比她小 所以呢 她就把她的先生 当儿子看待 你知道吗 哇 所有全家 所有的事情 大大小小都她 她一手包办 她的先生 永远是 听她的命令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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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 她会很幸福吗 她有一天 她就讲 她说 我好像没有丈夫 因为 我有需要 保护的时候 她都不保护 我就跟她讲 你本来 你没有训练你的丈夫做丈夫 你训练她做儿子 所以你帮人就 没有 没有 因为你训练她做 你什么事情都弄 她气 有一次她回来台湾 她先生呢 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水电费 都是寄支票 寄支票 就要贴邮票 她竟然不知道要贴多少的邮票 她就把所有的邮票都贴上去 回来的时候 她一看 她抽屉里面的邮票 统统都没有 她就大骂她说 你连这个邮票 这个一封 这个账单 贴 其实只要十八分就行了 她贴一块多 所以所有的邮票就贴 她气到不行 我说你不要气 你不要气 你训练她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没有 你是做 你做了丈夫要做的事情 而你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帮助者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有时候 我们就常常觉得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样样事情 都顺我的意思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 你的先生 永远变成你的弟弟 或者变成你的儿子 对 你只有儿子 你只有弟弟 你没有丈夫 你没有丈夫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个妻子 都要学会 做帮助者 跟我讲一次 做什么 帮助 所以帮助者的意思 就是 你要知道 你先生的缺点在那里 弱点在那里 你不需要来纠正他 不需要来矫正他 你就是做一个帮助者 这样你就尽了你的本分 那弟兄姐妹 那你说 我怎么讲 他都不听 不听就不听 就让他去 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你的事情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出头 千万不要出头 你一出头 你就会 你就 你就有问题了 弟兄姐妹 仇敌要打你 要攻击你 那另外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 做丈夫的人 我们是头 是不是 上帝把这个权柄 交给你的 是不是 弟兄姐妹 做头 不是作威作福的意思 我爱怎样 就怎样 那你就惨了 那你就失去了帮助者 你要知道 你没有妻子的帮助 你永远都是不好的 不管你 你多有聪明 你多智慧 你比你 你太太 见闻多广 你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 你永远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你永远不会成功的 永远不会成功 那你怎么样 让你的妻子 成为一个真正的帮助者 就是你需要接受 你妻子的帮助 你需要谦卑的 接受你妻子的帮助 你知道怎么做头吗 就是把决定权 交给你的妻子 那你就是做头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你决定 把权柄给你的妻子 让你的妻子 来做决定 这就是你的权柄 了解吗 这样你就会完整 做妻子 尊重你的丈夫 权柄永远在她的身上 可是做丈夫的 你如果有智慧 你要成全你的妻子 你的妻子比你受造更尊贵 你一定要认知这件事 你要知道你的妻子 被造是比你更聪明 比你 她们的第六感 是绝对超过你的 有一个弟兄 他在公司里面 哇 他是一个 他是老板 哇 这个事情 哇 他把所有的资料 摊在那边 哇 这个 要想应该 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做到最后 他回到家里面 哇 他头都快要昏了 还是 还是 所有的资料都读完了 还是没有办法 知道应该怎样 他回去跟他太太讲 他太太 这个 半分钟就给他做决定 因为他太太不是根据这个 不是根据资料 他根据他的第六感 他说我祷告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 你就要相信 上帝给你的妻子 就是来帮助你的 你如果拒绝你 你让你的妻子的帮助 那你永远就是一个独 单独的告诉你 永远是 No good No good No good 你要good的话 你就要好好的接受 你的妻子 给你的帮助 阿们 上帝祝福你 希望我们的教会 每一个家庭都会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神的法则 你认识了这个法则 你走在这个法则的里面 你就会蒙大祝福 所有的姐妹就不会 所有的妻子就不会这么的 这么的 好像焦躁 这个忧愁 很害怕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让她成为你真正的帮助者 感谢神 你知道 那个财德的女子的那一篇吗 那个做丈夫的 为什么可以坐在 坐在城门口在那边聊天 喝茶 只下棋呢 弟兄姐妹 因为她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财德的女子 她说财德的女子不是耶和华所赐的 她是说 她是说财德的女子 谁能够得着 弟兄姐妹 财德的女子不是神赐的 财德的女子是因为这个丈夫成全了她的妻子 她就会变成财德的女子 了解吗 财德的女子 为什么你得不到 是你没有成全你的妻子 所以你的妻子就不会成为财德的女子 感谢神 感谢神 我现在凡事都听师母的话 师母给我建议 我就非常注意 我不是只有这样 这个我的母堂的师母 她讲什么 我也听 我也听 那个因为师母讲的话 我们要非常注意 所以弟兄姐妹 我求主让每一个弟兄 都成为幸福的男人 因为每一个男人 之所以能够幸福 是因为他有一个财德的女子 上帝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恩戴我们 感谢主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活在神的法则 跟祂的恩膏里面 阿们